来看一下有关那个 比如说乐透展按下去 自动会帮我把那个公式 放到我们的指定的 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这边有四个栏位 那里面预先 我本来已经有做了一些公式进来 那未来可能会需要怎么样 把它清除掉 里面按下去 它自动会清掉 那将来我们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之前做的事情 反正我就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自动帮我把公式 一个总共有四个栏位的 这个公式 直接帮我放进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当然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第一个我切到Visual Basic里面 第二个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跟前一体一样 再来请各位先把 云端上面的这个范围的程式 乐透彩这个Ctrl C以下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一样 先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For I等于 第二个储存 第二列 第二列 所以这个可以浮动的 因为我的习惯是浮动在上面 反正看的需求 然后到哪一列呢 到最后一列 那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B栏里面放进我的公式 公式 那你可以怎样 Sales I列的B栏 里面的话原来是没有东西 你可以给一个空置串 那我要怎么样把公式放进去 特别注意 点这边一下 请你先把公式先复制一下 Ctrl C 或者你可以先贴到记事本 然后再取消一下 再来切到visual basis 请你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不过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它贴上 假设我这个先 底下先delete掉 假设我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执行它会walk 但是有哪里不对 它好像每一个都是 都是指向A 指向这一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A2的这个 这个地方 它丢过去一律都是 A2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2怎么样 改为这个I的变数 丢到这个给盖过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个2 可以把它改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关键点 请你2的地方 你不能说我直接把它改成I 因为你改成I 直接执行它看不懂 所以必须怎么样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VB的一个固定的用法 就是说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连续的字串 先把它切开来 中间放一个I 我不知道各位能够理解 这是一个字串 本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字串 有点像一个蛋糕 把它切开来两半 中间放一个I 那怎么串呢 必须中间再加M的符号 就OK了 所以这个做法 我注意自己 第一个 先把2 先前后加双引号 切开来了 可是两个分开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加一个M的 M的符号 中间再加一个I 特别注意 还有一个最后很重要 这个其实跟你是有里面 那个串接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是说 在VBA里面 它的M的符号前后 一定要多空白 这个比较龟毛 它一定要加空白 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放进来之后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后面的数字 就会跟着变了 因为你这个I的值 它会随着我们这个回圈 2 3 4 5 一直到最下 所以它会自动去跳 那一样的方式 你可以把C栏的放过来 D栏的放过来 一样的方法 每一栏都可以这样做 也就是你以前写过的程式 你以前写的公式 通通都可以用一样的方式 然后把我们的变数 做个变更 所以写完类似像这样 最后写完之后 当然就是 再来就是C栏 C栏一样是把公式放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D栏 D栏就把两个相加 所以我刚刚也是怎么样 把这个先改一下 OK 把这个B跟C 就输出这两个 D的话是把两个相加 不过你只要遇到什么 遇到2的话 就要把它改成变数 改成I 然后再来就Rank 这边的话Rank可能会有 这个Rank 这个是之前我在2007的版本用Rank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在2010以后的版本 我不确定这个 再执行看看 那Rank能不能支援 他好像Rank也可以 也可以 那就用Rank 如果不行的话 我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Rank Rank Rank EQ OK 那执行过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他就自动帮我把公式 全部都丢到我指定的范围里面 那其实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有固定写好的公式 你下一次假如不想那么麻烦 希望把你原来写好的公式 变成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这个范围资料完成的话 那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先给他一个范围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NAS 里面的话哪些欄 B C D E 放前面 B欄一直到E欄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它里面的那个2 只要是第二列的把它改成I 2改成I 这样的话其实就OK了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 就是乐透彩的一个按钮按下去 清除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 清除的话其实你可以 我好像是这样写C Ctrl C Ctrl V 把这个给把它改成清除 因为如果你要把那个范围给清除掉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我那个Sub名称 其实可以把名称改为清除 那里面的资料改成什么呢 其实后面的公式 你通通可以把它改成空字串 这样子也可以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 其实清除蛮简单的 里面的话只要空字串 两个双引号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清空 我们来试一下 清除 执行 OK 这个时候都全部清除了 那第二个按钮就完成了 那第三个是格式化 格式化该怎么做 其实刚刚这个地方的格式化 我不是说用程式写出来的 而是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那怎么去录制这个聚集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各位要找到有一个开发人员里面 有一个叫做录制聚集的功能 这个地方 那怎么录制 特别注意 你在录制之前最好先彩排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彩排过 你很容易录到一些不应该录进去的东西 它所谓录制聚集 就是说你只要做过的动作 它都会自动帮你产生程式 自己帮你写程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 它里面的格式化先清除 这里面如果要清除格式化 从那个管理规则里面 有一个删除规则 把它删除掉 那录的动作基本上就是 你先开发人员 那假设你已经彩排过了 OK 没问题的话 那我就按一下录制 名称的话 也许我把它改成叫格式化 OK 按确定 再来呢 游标先放在12 Ctrl Shift 向下 就是选取的意思 在做什么呢 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指格式包含 我选第二个 指格式包含下列的储存格 小于等于7的话 帮我格式化成什么呢 格式化成这个格式 一样是红色的字 一样是黄色的底 OK 按确定 格式化完按确定之后 那接下来 你当然你可以取消 你旁边点一下 取消选取 这个时候呢 记得再回到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然后录完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刚刚录制的那个聚集 在旁边这个聚集会显示出来 你按下编辑 这边有个编辑 那我刚刚没改名称叫聚集 编辑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帮我录下一次这些东西了 那你只要怎么样 假如说你下一次要把这个效果做出来的话 其实直接执行它就可以 或者增加一个按钮对应到它 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 到底这个效果 OK那我可以先把什么 把原来的这个格式化 里面的管理先把它删除 把里面的这个 把那个刚刚的这个效果 先把它删除 执行看看 执行过之后 应该就会有这个效果出现 那请各位试一下 格式化这个录制部分 录制一个清除格式化 一样录制聚集 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叫做清除格式化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 就是常用里面 如果你要删除里面的规则的话 其实就是直接怎么样 清除或者管理规则也是一样 里面就会出现有一个这个规则 那你可以删除规则这个地方 把这个规则给删除掉 按下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一样回到开发人员把它停止掉 你会发现你又多出一个什么 又多一个聚集 比如说我这边没改名称 就是聚集2 那你可以改一下叫格式化清除 编辑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会产生 我们要的这个 不过你会发现清除 清除格式化清除 它大概就是两行乘4 那我最后其实我发现 其实第一行 这一行清除格式这一行 第一行其实可以不需要 这一行为什么 因为range12.slash 意思就是游标放12 再把我的格式拿掉 其实第一行可以不用 那怎么办 我就把这一行给delete掉 所以最后各位可以看到 录下来的结果 那我的习惯还会在上面加上注解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 我会在单引号1 这是什么东西 把游标放12 然后control shift向右 跟这样control shift向下 有没有12.slash control shift向下 所以以后如果假如 你有些程式不会写 你看它会自己帮你写出来 第三的话 它做什么 其实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刚刚有同学 刚刚有老师是到网路上去抓 我的程式的时候 第二行就是第二个selection 它好像接在后面 会产生错误 所以你把它分开之后 应该都ok了 那后面的话就是它的格式 分别就是字的颜色跟底色 phone的颜色跟intero 然后设定什么颜色 最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 这些 最后游标是放在f29 那你最后如果不要放f29 你要放其他位置 你也可以变更一下 h 我希望放在上面的位置 你再把这个位置调一下 那这边的话最后做出来 我习惯是会在上面 再增加一些注解 增加一些注解 所以最后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子 我把最后完成的 直接贴到我的程式码里面 把它直接在这下面把它贴上 ok 那贴上特别之后 这个selection下面这个按enter就好了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贴上 这个会少了一个换行 ok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是做的动作 我的习惯最后还会怎么样 把这个注解分别加上去 加上去 这样子的话有个好处 就是说我以后就很清楚说 我刚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如果说要去做一些变更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拿这些程式来做修改 其实就够了 那但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以后用录制去集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自己写程式呢 没错 所以有些地方你会发现 同样的程式 录下来的东西一定会 怎么样 会太复杂 程式码会非常多 其实如果说 我用BBA写的话 大概就是三四行个四 但是这个感觉 这不止三四行 这大概十几行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录制去集的缺点就是 它里面可能会录下一些 你觉得会太琐碎的东西 不过但至少聊胜与无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 你录下来修改一下 至少 虽然它不是100分 但是它至少60分 它可以怎么样 再对应到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比如说我要格式化 指定聚齐 至少会有个格式化的按钮 有没有 你就加一个按钮 从那个插入表单控制下这边的话 可以增加一个按钮 然后把它加上去 这个时候按下去 它有清除一样 把它指定一下 清除格式化 至少聊胜与无 我按下去 它会work 对不对 至少60分清除 可是当然 对于一些人来说 如果它会觉得 这个好像用录制剧集 录下来的东西不是那么干净 如果说你要把它改写成 用VBA写 其实也不困难 里面的话 不外乌就是跑一个什么 回圈 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依然的资料 里面抓出来 判断一下 一幅 依然里面的资料 如果 当它是小于等于7的时候 做什么事呢 把里面的储存格的格式 变更一下 变更成什么 颜色 变成红色 底色 变成黄色 不就好了 可视问题讲完了 但是程式也要写得出来 如果你程式也可以写得出来 这个事情当然就简单多了 清除格式化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这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东西 一行 这个比较单纯 所以如果说我们希望 假设这个要改写的话 其实也就是 我把这个格式化改写一下 把它改写 改成VBA 改VBA的话 其实也不是太困难的事 一样 格式化 后面我给它加一个底线 加一个VBA 也许用VBA来写 写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一样跑回圈 回圈的话 可以借助清除这个 清除 拿这个清除来改 先试试看好了 录制聚集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今天 不用录制聚集的 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可以自己写 用VBA来写 然后来增加格式化部分 这边可以学会就是 判断跟格式化 儲存格里面 假设你要给不同的颜色 跟不同的底色该怎么做 前七名的怎么做 其实这个逻辑基本上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我是把那个回圈跑一下 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把那个做一个逻辑if 那个排名里面 假如是小于等于7的 那个一栏是 判断的是一栏 可是我要抓的号码 并不是一栏 我要抓的是A栏 所以我就把A栏的资料丢过来 基本上它的列数 丢过来这个地方的列数 我利用另外多增加一个J的变数 这个J的变数 预设值一样等于2 指的就是放在第二列开始 第三 如果找到一个往下加1加1加1 所以前七名的这个部分 如果等一下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边实做完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一个J 这个J里面就是你要输出的哪一列 for i 等于2到43 或者是你这个43也可以用追踪的 也就是说哪一个的最下面 然后做什么 如果一栏的值小于等于7的话 那就把A栏的值帮我复制到F栏的追列 OK 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call到这个追列 然后J再加1 为什么J要加1 因为你call一个过去了 那再来应该就下一列 下一列下一列 总共会有7个 所以call完之后 自动会跑出7个 OK 这个是前七名 所以最后当然你把这个地方 按一下这个按钮 应该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前七名的部分call到这边来 所以基本逻辑是这样 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再run一下 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讨论 那这种写法 跟一般坊间的VBA写法不太一样 我是直接没有宣告 也没有set 一般的书籍 因为我一项VBA书蛮多的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先定一下范围 然后再set一下范围 然后再用这个物件去做什么事 可是这样的写法会比我的写法 会更复杂许多 而且我发现一般如果比较没有基础 或者说可能他不是资讯背景的 这些学生学员好像都没办法 反而这样的写法 他们好像蛮快就可以接 而且有些好像才学个几次 居然可以写出他需要的东西 当然他也蛮认真是真的 虽然感觉上好像出了社会 回来在学习的 那些学员非常认真 气氛完全不同 气氛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感觉到 有的时候 学习的动机很重要 因为他已经在外面被抄了半死了 他马上感觉好像就有点像已经口渴了 看到绿洲 他当然一定非常的有幸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到底他学这个干嘛 的时候他就会不知道说到底 所以这里的话热豆彩的部分 我们就先end 那待会我们因为他有老师提到 他对于网路上抓资料 比较有兴趣 所以也是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那我就直接用股市 那个范例里面的股市当日行情表 来当一个sample 那这个范例呢 是比较一般性的 也就是说呢 打开它 那这个范例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定是一个 哪一个类股 对应到有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 其实基本上是从那个 雅虎股市来的 所以你把里面的网址C 再贴开个新页 把那个页面给贴上 或贴上前网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它只会自动到雅虎的股市 那雅虎股市 各位可以看 里面的话有个当日行情 基本上当日行情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这么多类股 那每一个类股 如果假设 我每天都需要去update 这些类股里面 它的里面的那个资料的话 那用什么方式 可不可以一次性的全部都帮我抓回来 然后呢自动呢 一个类股 自动帮我放在一个工作表里面 把那个放在网页上面 那个资料下载下来 一个萝卜一个坑 帮我把它快速的下载下来 好 那这个是比较一般性的 也就是它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保护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 用那个录制聚集 一样 如果这个地方 那你没有概念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录制聚集 那一般录制聚集 这个地方首先第一个 要怎么录制聚集 把它抓下来 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第一个 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也许你可以把它改成水泥 其实就是这个水泥 好吧 也许我就是把这个改成水泥好了 好 然后新开一个工作表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这个贴上好了 Enter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把这个后面的网址的资料 复制一下 这个网址资料 就是实际上就Yahoo里面 把他抓下来 那怎么抓 从那个 其实任何版本好像都差不多 在资料里面 来更正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在哪里呢 在 对 资料里面 资料里面的话 因为这个版本 好像又有点长得不太 放这里 OK 2016 放的位置跟前几个版本不太一样 不过都在资料里面的 从Web 就这个 特别是从Web 这样应该看得到 看 Window键加放弹 这样子 有没有资料里面的 这边 从Web 这个选项 好 然后呢 再来我要怎么会 如果点击它 它会出现 Window键 键 OK 它会跳出一个 新增Web查询 那请各位把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网址 把它贴上 就是 当日 股市当时 水泥的这个 C C C 然后 把它 直接就 从Web 贴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 上方有个道 请你就选那个道 这个地方 贴上 道 那实际上 它这个里面的功能 简单讲起来 它就是把 IE浏览器 直接 放到Excel里面 让你可以直接 就是 在Excel里面 看到那个网页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呢 特别就是 倒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这个 按一下 是好了 它会出现那个什么警告讯息 这个 这个按是好了 反正只要警告你就按是就可以了 好 再来的话 重点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需要的只是怎么样 中间这一块 就是 有表格的东西了 这个表格 那其实我可以利用什么 Excel里面 其实那将来 录制具体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它有一个叫做 Query Table Query Table的一个方法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什么 网路上面的东西抓下来 但是呢里面会有个参数 叫做网页上面的Web Table 是第几个 所以呢 网路上面基本上它的格式 它会把它当成一个一个表格 其实你背后排版的部分 大部分 都是用Table来排版 或者说你资料是在Table里面 它这个一定是个Table 就是HTML的标签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下载的是 中间这一块的话 我就直接怎么样 点它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按汇入 打勾嘛 下方有个汇入 汇入之后呢 它会问你说 你这个资料要放在哪里 那你按个确定 OK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呢 它会有资料下 但是呢 各位有发现 其实 Yahoo呢 它是有做一些保护的作用 它不让你下载 所以等一下要教各位 如何做破解 OK 其实感觉很难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那可是要怎么样让它 本来不能下载的东西 变成可以下载 那网络的世界是这样 它有些时候 因为设计师 他当然 如果是完全开放 像政府开放资料 他就没有道理所东所西 可是有些资料 他会用一些技巧性的方式 把你的资料 给藏起来 不过呢 当然道高一词 磨高一丈 其实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下来的东西 是不是有没有感觉上在哪边 似曾相似 你可以观察一下 像刚刚这个Yahoo股市 基本上水泥 点击进来 那它其实并没有下载到 我们要下载的东西 而是下载到我们要下载的东西的 下面一个table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web table的数字更改 本来也许是9把它改成8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么修改 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再利用 录制聚集的方式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再做一次 刚刚一样的动作 请各位一样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这个时候呢 请各位 顺便录制聚集 所以这个时候的第二种方法 就不如破解 破解的方法的话 讲一下 一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那看需不需要改一个名称 如果不改 我们用聚集也可以 先产生一个聚集 OK 按个确定 那做什么事呢 特别是 你按下录制聚集之后 你等一下所做的 所有动作都会被录进去 所以你不要乱点 反正就是该做什么 你就按照按部就班 一做一样 到资料里面 取得外部资料 二从web 三把那个刚刚的网址贴上 到 OK 那底下的话反正就是 一直跳 OK 然后他会帮你把这个网页载进来 是请你打勾你要的东西 打勾之后 这个是我们要的 其实他只是说把那个web table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录下来的东西 一定会有个参数 叫做web table 你把那个web table的数字 减一 再执行 其实资料还是可以下 我们来试一下 OK 按汇入 汇入到哪里呢 A1 按确定 OK 确定之后呢 这个时候没有出现了 OK 好 不过一样把它停掉 停止录制 再到聚集里面 特别是在前面这边聚集 点一下 聚集 刚刚录的 编辑 请各位看一下 编辑里面呢 请各位找一下那个 我们的第几行 我看一下这边有那个 行号列出 我看这边是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行号还是什么 不是没有行号 那各位往下找 会有个什么web table web table 10 那请各位试一下 你把这个web table 10 改成9 再执行看看 我把它改成9 OK 就是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web table 我录下来是 是10 把它改成9 好 那9 你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在哪边执行 一样哦 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再来什么 开发人员里面的聚集 执行的话 除了可以编辑之外 上面有个执行 有没有 如果说你要再执行 因为你把 聚集1 刚刚只有改web table 刚刚是编辑 这个时候不要编辑 直接按一下执行 按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有没有把它下载下来 那刚刚我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在执行之前 我把那个command type 等于零这一行 因为之前录制的时候 没有增加这一行 现在可能是因为2016 我不知道你们的版本 会不会这样 如果有的话 把这一行怎么样 注解掉或者删除掉都可以 那注解就是前面加个单引号 单引号意思是说 这一行我不会去执行它 或者删掉它都可以 那web table的部分的话 最关键的把它改成就 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股票呢 就下来了 水泥这个类股就下来了 但是现在只有下载一个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全部下载 全部的话 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表 一般如果说你要一个批次的 批次的动作的话 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create table的网址 你反正先做好 或者是一个规则性 把个回圈动态给它也可以 要不就是像我这边 已经有一个水泥 你一直到指数类 那总共有33个类 那我先把我要的清单 就是我要下载的清单 先建立好 这第一步 第二步呢 也许就录制聚集 第三个呢 我就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是做什么用途呢 就是反正我就是 把刚刚的create table 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就是从那个什么 从水泥一直到底下 然后呢 可以让它一个一个的帮我 从网络上把资料捞下来 捞下来 可是捞下来之后 你还要多做一些事 要不就是你怎么样 把资料一直堆到下面 堆到下面 堆到下面 就是把这个33个类伍 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 不过好像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要不就是说呢 你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一个类 把名称更改 更改成什么 更改成那个 比如说它叫水泥 那你就新这个工作表 给它叫水泥 那下一个就食品 就加一个食品 然后把那个类鼓里面的资料 放到指定的工作表 好像这个会比较合理一点 但是这个难度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学会几件事 第一个 如何让程式 让VBA自动帮你新增工作表 第一个 第二个 如何去变更你工作表的名称 OK 这两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没问题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先试着录制一个聚集 录制聚集 然后把那个水泥 那个类鼓的资料 先抓下来 确定说OK 可以walk了 后面的部分 应该就比较没问题了 好 感谢